第四季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 三个和两个象征 两个和三个象征 父亲和儿子象征 儿子和父亲象征 母亲和女儿象征 女儿和母亲象征 婆婆和媳妇象征 媳妇和婆婆象征 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想到什么 耶稣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印象 耶稣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对耶稣的印象是怎样的 救主 耶稣爱小孩 耶稣也爱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爱的化身 而且我们也讲说 耶稣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遍 对耶稣的看法 而且耶稣基本上就是 人见人爱 车见又车在 然后棺材看到也打开盖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耶稣去那个葬礼 那个死人都会复活的 所以每次他去棺材都打开盖 我们很希望耶稣和做我们的好伴 早上煮早餐给我们吃 煮咖啡给我们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对耶稣的印象 就是说耶稣是好人 耶稣是那个非常善良 而且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 的确他是 因为我们从之前我们就知道 当这个的圣诞节 每一次我们都会讲说 耶稣就是那个和平之君 他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和平的信息 让我们可以今天重新一次 人与神和好 的确他没有讲错 因为以赛亚书是这样讲 他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而且是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这个的下一节 他说他的政权将会有真无减 他在大卫的宝座上 必要治理他的国 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 所以万君之约华呢 他很热心 他要完成这个事情 因此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就是 耶稣是那个又温柔 又好 又和平 又爱我们 又慈善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时候 又恩慈 又怜悯 可是有没有看过 其实耶稣真正的另外一面 他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和善 他其实对一些的事情 他也是非常的尖锐 甚至他有些时候 他说话是如此的难听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以为 耶稣就是我们要塑造那个样子 可是很多时候 当你去看圣经里面的耶稣 恐怕有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 把全部的耶稣的面貌 放在里面 今天我要带你看的这个耶稣 是一个相当难以靠近的耶稣 今天我要带你看的这个耶稣 他所带出来的信息 是相当的困难 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 要讲这么刺耳的信息呢 弟兄姐妹 今天我给这段的经文 12章49到53节 给他起围 叫做你以为 为什么是起围 是你以为了 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就自己塑造了 耶稣的一个样子 其实耶稣很多时候 他的整个的样子 是超乎我们所想的 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打开这个 《路加福音》12章 49到53节 《路加福音》12章 49到53节呢 很短的一段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呢 我相信不是很多牧者 想要解的 因为它很难 而且呢 他里面所带出来的 那个耶稣的面貌 恐怕跟我们平时 所认识的耶稣 好像很不一样 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的说话 耶稣所说的东西 是相当的尖锐 如果你看这段经文 49节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讲什么呢 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早起来 不是我所愿意的吗 哇 这句话相当的刺耳 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为什么耶稣要讲 这样难听的话 耶稣不可以好好讲吗 耶稣不可以讲说 今天我来是带着爱来 我来是带着一个温柔的心来 我来是要叫你们悔改 可是耶稣讲说 我来就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而且如果它早起来的话 是我的心所愿意的 弟兄姐妹 一样的话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回到 整段的经文来看 因为路加 他在写这个的时候 他有他的目的的 我们又回到了 9章51节 请告诉我 耶稣这个时候 他正在什么的道路上 耶稣这个时候 要上去耶路撒冷 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他去耶路撒冷要受死的 一个要受死的人 一个已经知道 自己的生命即将要结束的人 他不会跟你开玩笑了的 他不会在那边跟你讲说 花一点时间 慢慢地栽培你 给你一天两天的时间 你跌倒慢慢来 慢慢来 没有了 因为我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讲的东西 我都必须是很直接 要让你很明白 而且如果你之前 前几个礼拜 有跟我们一起看圣经的话 我们看到的就是 当耶稣在这个十二章的时候 耶稣从这个 该撒利亚的菲利比 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一直走着 在这个犹太地的时候 很多人被他吸引 而且人数多到几万人 所以这个时候 几万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就针对他们的需要 来讲这段的经文 因此我们就看到 耶稣在这个十二章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讲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要提防 法利塞人的这个教 他是跟门徒教导的 他就跟门徒说 门徒啊 人这么多 不要因为人多 就觉得说现在发达了 不是 你要小心 因为你们这个时候 最容易就会 好像法利塞人这样 假冒为善 所以你们要小心 而且要勇敢的说话 不要隐藏 因为你的话是隐藏不了的 如果你认真 你讲真话的话 你会带来什么好效果 你讲真话的话 人家就不喜欢 所以你会面对 人家会逼迫你 甚至要杀害你 耶稣说不要惧怕 不要怕那个杀你的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那个 你要怕的是 那个杀你的灵魂的那个 就是上帝 耶稣也讲说 你要记得 人家逼迫你的时候 你要在人的面前 要认我是主 如果你不认我的话 我也不认你 接着下来 突然间有人打岔 就上几个礼拜 我们看到的 有一个人就问他 关于分财产的事情 耶稣这个时候就讲说 顺便讲了 他讲门徒 记得不只不要假冒为善 而且不要贪财 因为法利塞人就贪财的 你们不要学他 耶稣讲不要忧虑 你要寻求的不是这个财务 不是个人的财富 你要寻求什么 你要寻求神的国 耶稣接着下来 就跟门徒讲 门徒作为我的仆人 你要随时的寄警 因为我会回来的 主人回来要跟你算账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主人只是今天给了你 他就出去 他就不回来 他是会回来的 而且他回来 你要交账的 所以讲完这个 耶稣讲说 那一些如果预备好的仆人 主人回来 看到他在那边 预备好自己的话 有福了 接着下来 就是今天的这一段 耶稣来 是要制造纷争 初来天这么讲这个东西 而且呢 54到56讲什么呢 你们会知道 分辨那个时候 接着下来 要赶快认罪 而且请求赦免 如果我们把12章 这样分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其实12章 前面一大部分 一直到这个门徒要回来 这个仆人 要等主人回来 这一段 其实是写给门徒看的 所以这整段 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 今天我们要看的那段话 是对谁讲的呢 其实是对着 这一些的会众讲的 所以前面那个部分 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教导 现在耶稣教完了门徒过后 顺便就跟会众讲 今天那一段话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问的就是 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讲一个这么尖锐的东西 而且会众是几万人 几万人的耶稣 他为什么要讲说 今天我来就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我来就是要叫你们有纷争 我来就是要叫你们的妈妈 跟女儿吵架 儿子跟爸爸分家 然后呢 两个人要跟三个人相争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 我先从一个一个的字眼 我们前去明白 这整段话里面的背景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 整段的意思 我们先看五十一节 耶稣说 你们以为我来 是要叫地上太平吗 太平这个字 如果按照原文来看的话呢 太平这个字呢 它基本上呢 就是讲到 和平平安和睦跟太平 什么叫做和平呢 一般他是用在打仗的时候 两个军队打完仗 大家平和平了 不打了 所以和平 这个就是太平了 另外呢 就是讲说 比如说希伯来人 看到你的时候 他讲 Shalom 就是祝福你 平安的意思 有福了 祝福你健康 大概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到 弥赛亚的国度 来到的时候呢 当这个神的国度 神掌权的时候呢 人就真正有太平了 因此呢 这个就真正的对应了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而且呢 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 他的名叫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勇在的父 和平的君 全能跟这个的权柄 加上和平 全部都要担在这一个 他们犹太人心中的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的国度 他的国度是必有真无减的 而且他的国度是大卫的宝座 治理他的国度 他必用公平公义来 稳定兼顾 甚至呢 一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热心成就这个事情 因此呢 在这一个字眼上面呢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 九章六节跟七节呢 其实 犹太人的观点是在看什么呢 犹太人的观点就是 上帝必来 建立永远的国度 实践太平的政策 甚至呢 耶和华永远做王 也就是因为这样呢 犹太人看的弥赛亚呢 就是这样的弥赛亚 跟我们看的弥赛亚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看的弥赛亚 我们是从耶稣的身上看 我们是从已经有了耶稣才看 犹太人不是 犹太人还在等这个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心中的弥赛亚 所以耶稣讲 你们以为我来 是要叫地上太平吗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太平 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太平 就是这一个国度 永远建立的太平 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将要来建立这样的国度 是和平的 而且呢 耶稣讲说 不是 sorry no 他讲的那句话 你以为我要是叫地上太平吗 你以为我来 我是弥赛亚 我确实是弥赛亚 可是我来并不是叫太平 我告诉你 我来是要叫人分争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分争这个字 分争就是分裂 就是敌意 敌人跟敌人之间 然后呢 分开分裂 对立 甚至打对抗 打架 分争了 真闹了 那我们每次看分争的时候 我们以为分争就是这个样子 两公婆在吵架 所以呢 这里的分争不是指吵架啊 这里的分争不是指意见不合啊 这里的分争不是指两公婆 床头吵架 床尾和啊 这里的分争是什么 这里的分争是要动刀枪的 还要杀人的啊 这个字同样的 跑去看的话 马太福音十章是讲什么 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 就是我现在呢 因为意见不合我要开 怎么样 我要拿刀砍你 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 跟那个的乌克兰这样 这一段经文一看的时候呢 耶稣说我来 这是要叫人有分争 这个不是跟我们一路来看 耶稣的观念是很不一样吗 耶稣不是和平之君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要讲要带来纷争呢 弟兄姐妹耶稣 这个时候呢 你要看啊 我来这个字也是很重要的 他在里面放了很多 我们平时会忽略掉的 一些的神学的议题 因为呢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这几节的里面 他说我来的时候呢 这一句话呢 其实是耶稣在他的整个的 说话的里面呢 是一些专有名词来的 什么叫做我来呢 I have come 弟兄姐妹 有没有听过耶稣讲我来 有没有听过 还记得哪一句话 耶稣讲我来会怎么样 我来 然后怎么样 教养得生命 对不对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对不对 他讲我来不是要遭义人悔改 乃是要遭罪人悔改 我来 人只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同一个字啊 我来是怎么样呢 我来就是 我就是世界上的光 因此信我的 不在黑暗里面走了 因此这个我来 就是耶稣 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上 原来呢 他来前面 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其实还有一句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我来是要叫世上有纷争 这个是耶稣的使命宣言来的 而且呢 弟兄姐妹 他说什么呢 他讲我来的话 羊会得生命 人就会得生命 我来是要成全律法 而且我来怎么样 你就行在光中 我来罪人悔改 我来人得拯救 因此耶稣讲我来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同样的跑去跟犹太人讲了 来嘛来来嘛 怎么样 买啦买啦 对不对 谁讲买 其实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会买单 而且特别到了十二章 你看十二章开始 每一句话都是在警告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已经知道 这些的人 能够信他的人 也只有那些人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耶稣不是人见人爱 车见车在棺材 看到打开盖的那个 其实耶稣只有一小群的人跟着他 他虽然这个时候吸引很多人 可是每一个人都把耶稣 看成是那个弥赛亚 就是那个君王的弥赛亚 可是你看到他 后来他们发现到不对路的时候 跟他们所明白的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开始远离他 甚至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最后他们把他钉十字架 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些的人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 刻板的印象 有人跟耶稣是为了什么 为了有的吃 因为无饼二鱼 有的有东西吃吗 有人跟着耶稣是什么 因为有的看神迹 所以很多人跑来跟耶稣讲 你变神迹给我看 甚至那个西律王也跟耶稣讲 来变一个神迹给我看看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 对不对 有人跟着耶稣做什么 有人跟着耶稣是 期待耶稣可以去推翻政府 这一般的门徒 全部都是这样子 所以彼得讲我们带刀啊 耶稣讲不要动刀 动刀的死在刀下 耶稣三次预言自己 要使门徒明白吗 门徒不明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 跟从耶稣都不明白 耶稣的兴奋 这一句话就应验了 约翰福音所讲的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所以在这个时候 耶稣望着这几万的人 耶稣讲什么 耶稣说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早起来 不是我所愿意的吗 燃烧吧 对不对 那个 弟兄姐妹 火我们来做什么 如果讲到火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火是拿来烧烤 烧烤 BBQ 对不对 煮东西 火拿来毁坏 火拿来审判 火拿来炼净 那这一些都是火 可以拿来用的 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就看到约翰福音12章47到50节 他讲什么呢 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的 唯有猜我的父已经给了我命令 叫我自己说什么 讲什么 所以这里讲什么 什么东西会在末日去审判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 是耶稣的道 所以耶稣在他的人生中 他一直的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这些人听了以后 他们没有接受 所以耶稣讲说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的我 我不会审判你 因为这个时候的我是要来做拯救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将会在末日 因着我的道被审判 因此如果被审判的话 耶稣的道就是火 所以这个道 灵到的时候 道带来什么 带来拯救 因为那些愿意接受的人 他就因着这个道蒙拯救了 所以道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你会悔改 你会为义 为罪 为审判 自己 遮备自己 你会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不配 我愿意把自己的放下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接待他的人 那些不接待他的人 怎么样呢 这个道同时也变成了定罪的一个东西 因此这一句话 如果真正的把它翻成 那个原文的话 其实耶稣讲的什么呢 他说为了火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为了审判 我来 弟兄姐妹 原来火是做什么 火就作为一个分类的要素 做什么分类呢 就是作为一个定罪 跟一个拯救的分类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 其实在旧约里面 犹太人怎么看火呢 犹太人把火也是看为审判的 你看得到吗 耶和华必临到 大而可畏的日子 就是那个 我们讲说 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用火焰施行责罚 在天上地上又有火有云柱 这个约尔书讲的 这个阿摩斯书更多 阿摩斯书是每一个地方 他都有审判 都是烧灭 烧灭 对以东 对菲利士 对泰尔 对亚门 全部都要烧灭 为什么 因为上帝来的时候 上帝要审判 这一些曾经欺负过以色列的 这些的国土 这些的敌人 全部要被上帝烧灭 而且接着下来 你看 我要降火在摩亚 我要降火在犹大 我要焚烧你们的门口 甚至他讲什么呢 我要炼金你们 要你们去经火 甚至他讲什么呢 我要炼金之人的火 要淋到你们这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些都是犹太人 他们看 当上帝来的时候 当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这个火就会来到了 所以马拉基书 你去看第四章 他的最后一到三节讲什么 他说 那日临近 似如烧糟的火炉 凡狂傲的行为 必如同碎阶 在那日必烧毁 根本之条一无存留 就是讲说 当那一个日子来到的时候 大火临到 没有东西可以逃得掉 因为神要审判 神怎么审判 用火来审判 这样怎么来审判呢 弟兄姐妹 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 其实犹太人 就是在等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 他们期待这个日子 早日来到 他们从灭国到回国 到建国 到后来就在灭国 又进到罗马的统治 他们一直在等 等到今天 他们还在等 他们要等的就是 上帝的日子要来到 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日子 就是上帝救赎以色列的日子 可是这个日子呢 神不会审判以色列 这是他们的认为 他们以为神不会审判以色列 耶稣跟他们讲什么呢 就凭我的道 就定你们的罪 今天你们这些人 就是第一批被审的 所以审判是从谁的家开始 是从神的家开始 从谁开始 是从祂的子民先开始 所以弟兄姐妹 火不单单是带来这个审判 火也是带来进化的 今天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 他不接纳耶稣的人 火就带来审判了 这个审判将会把他灭尽 可是如果今天 我是接受上帝的人 这个火就带来进化 神的道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因着神的道 你开始悔改 你说主啊 我不配 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 动工你 砸心你 难过你自己在神的面前 说主啊 我不配 我不配 所以耶稣的火 临到的时候 耶稣说 我不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吗 弟兄姐妹 对于相信耶稣的人 耶稣的火 就带来洁净的动作 对于拒绝的人 耶稣的火 就带来消耗的动作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说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早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还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地迫切呢 所以弟兄姐妹 看完这一节 四十九跟五十节 我想问你 请问耶稣的火 点着了没有 点着了 我来是要把火丢上 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早起来 不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地迫切 请问耶稣的火 点着了没有 还没有 因为他讲 我很想要点火 还没有火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所以那个火要再几时来 就是洗了礼过后就会来咯 看到这段话 我跟他分成两遍 看到吗 倘若已经早起来 倘若已经早起来 是早了吗 还没有 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就是讲说耶稣必须受了一个喜 这个喜过后才能够把这个火丢下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就会问了耶稣受喜 耶稣不是喜过了的吗 为什么喜那么多次 我们不是一信一喜一上帝吗 这个喜到底是什么喜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一直在看 这个喜到底是什么喜呢 其实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呢 有一次呢 这一个耶稣就是on the way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他的路途的里面呢 他有两个门徒就是 约翰跟这个雅各呢 带着他的妈妈 因为这三个人都是耶稣的亲戚 就跑去找耶稣说 耶稣让你德国的时候 你的两个表弟 一个坐左边 一个坐右边可以吗 所以耶稣就问他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 我受的喜你们可以受吗 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受的喜你们也要受 弟兄姐妹请告诉我 耶稣这样说这个喜是什么喜 这个喜是什么 就是上十字架对不对 所以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表明 他要受的另外一个喜 不是那个约旦河给施洗约翰的那个喜 那一个是什么喜 那一个耶稣跟约翰跟他洗礼的时候 约翰讲说我不配 我本来是我应该送你的喜 反正你来给我喜 耶稣说你尽管做 因为要进主般的义 可是这个喜就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喜是上帝给耶稣的 上帝要为耶稣所预备的喜 这个喜是什么喜 这个喜叫做十字架的喜 因此耶稣即将要受的就是 他要上十字架了 所以因此受了这个喜过后 那个火才会点着 这样请告诉我那个火是什么火 除了刚才我们讲神的道就是那个火 耶稣的道将会这样作为审判的火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火是什么火 什么时候有火会来的 在耶稣上了十字架过后 什么时候 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对不对 五旬节的时候 门徒聚在一起 有一个大风吹过 又有舌头好像火焰 好像不是真的有火来 是好像火焰 落在他们的头上 所以他们开始就怎么样 讲方言 后来他们就传福音 就开始这样子 所以因此这个火是什么火 这个火就是当圣灵降临 教会建立的时候这个火 所以耶稣现在讲说 我很想这个时候这个火就来到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上十字架 我上了十字架过后 这个火就会成就了 所以这个火 不单单是上帝的道 是福音所带来的那种审判的火 跟炼经的火 这个的火也是当上帝建立的时候 圣灵所带来的 那个灵道人的头上的那个火 所以因此耶稣讲说 你以为我来是叫替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哦 我乃是叫人纷争 你讲说 什么纷争 为什么是纷争 难道不是传和平的福音吗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传道的时候 有没有引起纷争先 我想问你们 有嘛 对不对 我们看约翰福音就讲了嘛 他讲人家就为他议论纷纷 为什么 讲他是个好人 有人讲他是个迷惑众人的 法利塞人讲什么 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如果他是从神来的他应该会守安息的 结果人讲说一个罪人怎么行神迹呢 所以他们就起了纷争 所以不止耶稣来 他们跟耶稣纷争 人跟人之间也纷争 因为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呢 耶稣跟罪人在一起 跟瑞利一起吃饭 又起纷争 对不对 所以法利塞人就讲他了 耶稣讲我有赦罪的权柄 又有纷争 所以耶稣到的地方 纷争很多的 只是我们每次选择看什么 我们每次选择看那个神迹 哎呀 多好啊 病得一知 下眼看见 且腿行斗 哈利路亚 我们没有看到他后面所带来的纷争 其实纷争是有的 所以耶稣讲 从今以后 五个人要纷争 三个跟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 父亲跟儿子相争 儿子跟父亲相争 母亲跟女儿相争 女儿跟母亲相争 婆婆跟媳妇相争 媳妇跟婆婆相争 真情 对不对 有看吗 哎呦 看了几百集咯 就那妹子 哎呦 很坏啊 那个人 这么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里的相争不是这种 家婆跟媳妇的相争 不是那种 哎呦 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 我不跟你做朋友 我陷害你 你陷害我 弟兄姐妹 这里的相争 这一句话 当他讲的时候 其实是引用了 弥加书七章六节 你去看弥加书六节 讲什么呢 他说 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抗拒母亲 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你要先问了 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的情况呢 原来你看回上面的时候呢 守望者说 降伐的日子来到 他们必坐立不安 因为审判要来到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安了 所以我都推你出去 你就推我出去了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彼此告发 所以呢 从今以后 这一句话呢 他说 从今以后 一个人 五个人要分相争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 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今天这个世界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 是不同了 从今以后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 在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为他的基督徒祷告 他就为他的门徒祷告 他祷告什么呢 他说 我一定将你的道 赐给他们 那个火啊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也叫他们因真理分别为圣 所以耶稣把真理赐给我们 因为他就是真理 而且真理的灵带领 我们明白真理 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属于耶稣的 我们属于耶稣 就不属于世界 如果我们不属于世界的时候 世界就会恨恶我们 想办法要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因此 在这个时候 一个家要 五个人要相争 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讲说 大概就是大家吵架 夫妻床头 吵架 床尾和 不是啊 弟兄姐妹 你去看马太福音 讲回同样一句话的时候 他讲什么 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是要叫地上洞刀兵 因为我来是要叫 人跟父亲生疏 女儿跟母亲生疏 媳妇跟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这一句就直接用弥加那边讲了 所以他接下来讲什么呢 爱父母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被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什么意思 你不爱上帝 过于爱你的父母 而你全部东西 甚至讲说 你要背起那个十字架 来跟从他 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 你今天爱上帝到一个地步 你要预备 自己要受死的 所以最后讲什么 为我世上生命的 必要得着生命 所以这里已经给我们看到 你是准备世上生命的 你讲说 要这样子 信耶稣罢了吗 要信到命都没有 是我弟兄姐妹 早期信耶稣的人 真的是命都没有的 从实体反开始 第一个被石头打死的 过后到雅各被刀砍死的 被刀杀死的 一直到后来到什么 到整个教会被逼迫的 整个三百年里面 看得到多少的基督徒 被送到那个狮子坑里面 丢到那个斗兽场里面 被打死的 被烧死的 被杀死的 被他们凌辱致死的 多少的人 弟兄姐妹 基督徒到新天为止 常常因为信仰的人 面对很多的逼迫 其实可以免这个逼迫的吗 可以的 你看回十二章前面的 你就学法利赛人 假冒为善 你一定过得到这个关的 讲人家爱听的话 贪爱钱财 你就过完这个关 可是只有今生 记得 你讲说今天我要爱耶稣 是爱耶稣就要面对必泊 我去找了一下 当这个 这个看到吗 鬼拜诸精途 看到吗 这个就是1900年 那个慈禧太后还在的时候 庚子之乱 就是义和团的时候 那个基督教刚刚传到中国 很多的教案 结果很多人就对基督教反感 那些人就开始 做很多的担章 看到吗 他把耶稣画成一只猪 然后讲那些人怎么样 这个畜生乃养鬼所依皮毛未脱 乃上人类以天 诸为主 颜面何存 里面更多你去看 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 开始 毁谤基督教 在中国 开始杀基督徒 1900年根子之乱 就是义和团大乱的时候 基督徒死了多少人 多少的基督徒 因此失去他的生命 近代有没有 近代有 近代 文化大革命 牛鬼蛇神基督教是被判为其中一个 破释救 牛鬼蛇神 那些的修女 被抓出去 打 强奸 杀害 教堂被封 我妈妈叫去残酷的刑法 那我妈妈当时被他叫到那个那里去的时候呢 他们就诬告 诽谤我们 她说你们圣经说 毛主席是魔鬼 我妈妈说没有啊 魔鬼是指着天上的二十天使啊 他们 那个 非常的生气 就把我妈妈这样吊起来 吊起来 打 打得很厉害 打到 晕过去 啊 登过去 就给他水泼上去 水泼上去呢 啊 他 啊 啊 没有 没有醒过来 就放下来 放下来呢 这样连续 三次 这样打 那 没有 醒过来 他就 尿 灌下去 让他 啊 要醒过来 当他最后一次 醒过来的时候 在他前面有一条纸条 写着 打倒 耶和华 他们要叫我妈妈写 打倒耶和华 我妈妈不肯写 被他 又吊上去 但是 以后发现 有这一条 纸条写 打倒耶和华 他就怎么样呢 从打倒两个字 给他试破 意思是说 我不同意 打倒耶和华 他们就越打越厉害 啊 打到 啊 整身都是 啊 伤口伤疤 那个 他们打的是用什么打 用学生一条 这样 这样乱打 这样乱打 打到他 那个 背后 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 一条的那个 伤痕 有的红 有的肿 有的是绿色的 有的破的 哎呀 那个时候 给他绑起来 那个绳子这么粗的 给他绑起来 这边 站起来 这边站起来 绳子被埋在里面 他们非常的仇恨 把我们信主的人 全部打成 牛鬼蛇神 那就 非常的 逼迫我们 在那样的情况下 打到 我妈妈被打到 死去活来 有一个安息田 过了 就是说 星期六晚上 他们在街道上 就临时 打了一个 批斗的台子 那我妈妈 根本不能 站在那里了 已经 全身都是伤 那就 被那个 两个 世代分子 把他两手 架在 那个 学生一条 这样架着 两个 旁边 就是用 两个人 给他手 领住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批斗 那底下 群众议论说 死人了 还要批斗 那 那以后 批斗完了 他们 没什么材料 就是牛鬼蛇神 信仰 我们信仰的事情 结果 没什么 就把他 拉到外面去 扔在 路旁 那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们 为了要知道 我妈妈是死的是活的 就用那个 竹杠 人家在 钢台 石头的 那个竹杠 就从他的 肝部这样 插下去 我妈妈 也不懂事了 他们就 通知我们 把我妈妈 抬回去 那我妈妈 抬回来的时候 他们 命令我们 不能哭 如果哭 不给 抬回去 那我们 一边抬一边 为他祷告 求上帝 留他的生命 这个是我找到 其中一个 是讲到文化大革命 他的妈妈 被 被那个 被批斗的时候 这个只是 其中一个案例 因为当时 有好多的人 因着相信耶稣的缘故 被打死的 被批斗到死的 甚至被 被打到残废的 弟兄姐妹 今天信耶稣 要付代价吗 要付代价 而且代价很大 今天 被烧的圣经 被 被拆的十字架 还是存在吗 还是有 今天有好多的事情 好多的十字架 今天 这个给你看 这个是现场有的 就是他烧的十字架 有吗 有 信个耶稣而已 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因为 世界恨恶我们 我这里不是要跟你讲 说今天 我要跟你散播仇恨 不是 我要跟你讲 那个是事实 为主的缘故 你会因此 面对很多 很多的逼迫 弟兄姐妹 这个逼迫是很真实的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我来不是要叫 世界上太平 我来是要叫 地上动刀枪 全部要分离 一分真 为什么 因为真理领导的时候 接受的人 他就能够领摆 他就能够改变 但是不接受的人 他们就开始 逼迫 他们就开始 恶对你 甚至要杀害你 今天信耶稣 不是玩玩 今天信耶稣 不是那种 我们来就是得平安 上天堂而已 弟兄姐妹 今天信耶稣 我们知道 他没有背后 带着多少的血泪 我相信大家 你们这些老一辈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第一代信主的 我相信你们有一些人 他们信主的过程 也不容易的 对不对 你们的父母 那个时候不明白的时候 特别是又是早期的 那些华人家庭 要信一个耶稣 多么的困难 我自己带领过那些的孩子 在新加坡的时候 那些的孩子 偷偷星期天 穿着短裤 跑来礼拜堂 为什么 骗巴巴讲 我下楼下去买东西 结果跑来 听完一堂道又跑回去 中学生 每个礼拜这样跑 在我们教会的附近的那些 flat楼里面的这些中学生 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 因为他们知道 信耶稣要付代价的 今天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想说 今天信耶稣要得祝福而已 我们慢慢的把信耶稣 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东西 弟兄姐妹 真正信主的人 你就明白 很多时候 当真理来到的时候 黑跟白是不能够并存的 因此你要这个时候 你要做好决定 耶稣说 我来就是要动刀枪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叫他们 在这个时候 要做一个的分水岭 以致你可以明白 你自己站的那个地方 是为什么 耶稣说 你要记得 在人的面前认我的 我在人的面前也要认你 所以不要害怕 那个杀你的身体的 要害怕的是 杀你的灵魂的那一个 因为那个有主权的那个神 祂将会在你的面前 祂会保守你 以致你能够最后看到祂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问 你看继续下来的经文 你就明白 今天这段经文就到这里 可是它的下半部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下半部就告诉你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要做什么呢 你看下面的经文 看下去哦 他说 假冒为善的人 你们会看天气 你们看不到这个时代吗 耶稣说 你们看到这个天气会改变 你们都明白 那个天有云就会下雨 你们还不明白 这个时代吗 这个时代已经是末日的时代 你们要抓紧机会 如果你看到你的仇敌 这个时候要去告官 你要做什么 你赶快跟他讲 Soli 祈求他的怜悯 让他在这个时候 不告你的官 不然的话抓到你进去 没有一文钱还清是不能出来的 耶稣讲说 我现在就是on the way去耶路撒冷 我去耶路撒冷就是我要去定你们的罪了 犹太人 你们还不明白的话呢 等到有一天真正的那个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恐怕你就是第一批被审的那一批人 很多犹太人他们不信 在那个过 他们就愿意等候他们的弥赛亚 到今天还是这样子 可是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感恩 因为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 可是今天当你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是否也能够真的把整个的生命活出来呢 我们真的是否是那个明白耶稣的身份吗 你看到耶稣是何等的苦口婆心 在众多的人面前 耶稣讲了这么严厉的话 跟他们讲什么呢 你们赶快悔改 不悔改的话 你们都要灭亡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了 我们是否愿意为耶稣的缘故 我们愿意做那个在神的面前被他炼净的人 还是今天我们讲说算了 我们就在那边讲好话 做好听一点就好了 我们就后退就算了 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的信息是相当的硬 而且也不太好听 可是呢 它是真的 圣经就是这样讲 我盼望今天你回去再看多一遍 好好的看多一遍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是恨恶我们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胜过这个世界的耶稣 我们感谢主 我们来祷告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 祈求你的怜悯 但愿你在这个非常的时刻 再次的提醒我们 可以在你的面前 重新回到这个信仰的中心 主啊我们不再轻看自己所信的 而是我们相信你这个火 已经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愿这个的火是炼净我们的灵魂 好让我们可以挺胸见你 主啊今天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 还有这个世界的邪恶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后退 但是我们仍然站着说真话 我们知道说真话的后果 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难处 但是我们不惧怕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上帝你已经把真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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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